很香耶 完全是薰草的味道 獨家的專利技術 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什麼 薰衣草 這個好像這樣流出來了 最原始的東西 其實就是對於我們能力最好的物質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卡扣面膜 獨家的專利技術 今天呢 我要敷調水流水平衡 這個薰衣草面膜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它們這支起頭其實非常的實熱 所以呢 其實面膜裡面呢 多多少少會參加防腐劑 但是 郁清雅的卡扣面膜 它非常厲害是在哪裡 第一 精華液是精華液 面膜質 它是面膜質 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什麼 薰衣草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用法 各位 看好囉 啪 啪一聲對不對 把它這樣擠一擠 精華液 再流下去了 精華液和面膜質融合在一起 因為只要精華要3分鐘 肌膚是全膚質的人可以使用 哇 很香耶 完全是薰草的味道 來 現在敷給大家看 它這個面膜質可厲害了 就是有 主炭萃取物 吸取髒物 然後呢 它還有黑曜石 黑曜石真的是一個比較少見的成分 它也是獨家的專利技術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黑色膝光布 就是以吸附的方式呢 慢慢的 展出我們的色素 然後專案裡面 它會有一些什麼 例如說 生茶花啊 跟一些 萃取物 那當然都是所謂的植物 天然的配方 其實對於皮膚非常好 最原始的東西 其實就是對於我們人體 最好的物質 金草呢 其實呢 它有縮緩肌膚 以及 調理我們皮膚的作用 金掌花 調理毛孔 茉莉呢 它就是呢 補血 嫩化 另外一個呢 金桂花面膜 讓我們皮膚呢 可以提亮 是不是來肢解一下 它的卡扣設計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真的是獨家專利 這裡有一個卡扣 翻開 你看 金花機上流出來了 我差不多敷了 10分鐘了 給大家看一下 薰衣草的 深層修補 今天給大家看 我的毛孔 變小了 我敷這個感覺 變比較亮一點點 假如你是 一般性膚質的話呢 我覺得你非常適合 用茉莉 以及金桂花面膜 然後假如你是 雛油啊 痘痘啊 你就非常適合 金掌花 跟薰衣草 所以呢 像這樣的東西呢 你看到就是這樣 親台灣 按摩一下 就可以去化妝了 我必須說一件事 就是 浴清雅 它真的就是 台灣之光